起來 23號南下台中 賴清德前往 無日欲卻朝人公參拜 一下之後就被超級可愛的 小小千里眼起目光 咬一下 賴副總統還模仿小小千里眼 踩步伐擺動身體 展現清明作風 讓只有八歲的有小弟弟 又驚又喜 面對面互動 那所以他跟你一起跳舞的時候 你有覺得很驚訝嗎 他是副總統 有 一個小動作 就對賴清德印象深刻 持續勤跑基層 也反映在最新民調上 台灣民意基金會 25號公布民調 2024總統候選人民調 選民會傾向支持誰 賴清德有超過三成六的支持率 拔得頭籌 柯文哲位居第二 侯友宜獲得20.2%排名第三 2024三強鼎立 儘管民調一路領先 但賴清德不敢大意 副總統是否順防藍白合作 聽到藍白合議題 賴清德表面淡定 但24號晚上 到台中出席 私人閉門參會 當著台中市民進黨部 黨公職成員面前 賴清德在期間特別提到 2004年的連宋和 引發外界聯想 稍微提過而已 但是那不是昨天的重點 昨天的重點就是 因為都是黨內自己的 黨公職同志 所以基本上 昨天真的主軸是 凝聚相信力 團結搭台中 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 我個人的認為是這樣子 民進黨想要打贏 2024這一仗 除了黨內團結 勢必要緊盯 藍白兩黨的一舉一動 進行環圈 賴文中台出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